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18年7月30日 又在這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波浪走勢和技術分析 先看看恆子,恆子上段影片就是流說了那個浪,沒有數出來 因為上段影片要說的東西都比較多,影片都拍得比較長 一亂了就有少少的東西忘了說 這段影片就說回了,上段影片也說到周線圖收了在三尾尾下面 如果收回到三尾尾上面,走勢就會有個轉向轉好 也是流說了,因為周線圖收在三尾尾下面,直到周線圖收回到三尾尾上面 這個過程其實都差不多一千點了,這個過程就是流說了 其實在周線圖比較難找一個訊號,知道過程是怎樣 所以其實是要在日線圖那裡去找的 看見到日線圖,這五天就會是上周的走勢 irst itself掉落後 Guys看見一個看到最後一全部走東西 然後當天我出מו哥的定星有印痕,他剛剛沒收回到日線圖的三尾尾尾身 其實這次都會找到一個閃 cellphone HYKO的測試 那三天都是出阴族,是没收到的,所以星期五那天是收到的 那就是对上的这个星期,刚刚过去这个星期的星期一 都跌过少少了,但是最后都收回到在3MA上面 那就是说已经是一天两天,已经连续两天收到在3MA上面 这个正正就是那个转细讯号,所以周线图就出了阳竹 也没有跌穿上个星期的底部 那转了先阳竹,出了阳竹之后周线图也有一个阻力 看到站稳了3MA,然后站稳了5MA,另外站稳了21MA 看到这里是有个21MA在 那一站稳21MA就可以看远一点的,即大一点的一条MA 就是那个34MA的日线头 那应该是短期有个阻力在 正正就是这个星期四那天,刚刚算了29MA 多一点的,就是打中这个34MA 那会有个短线的一个转向,那会试回那个3MA 下日就试回那个5MA,那接着下个星期应该都是 大概是这个8MA,日线8MA和34MA之间 大概是有个找突破,在这些位置培回呢 应该是,那就整体走势其实已经是转回好了 对了,周线图呢,已经是收回那个5MA上面 所以下个星期都趋向是会继续收到5MA上面 因为都似乎已经转回了,那就是周线图呢 是由这个没有收到5MA上面 变成收到5MA上面的第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算先跌也好 都是,应该是买盘的,支持住 那是最后呢,下个星期那支席 都应该收到5MA上面的 那所以,下个星期如果是 开头的部分是跌下去呢 那应该都是一些的,吸纳的机会 也都,看到快马线都差不多是金叉 这个STC,所以都要留意就是说 啊,开始,那个调整越来越小 那就有机会是,啊,开始会升得急的 那当一些微小的调整浪都走完的话呢 那可能会有个小时图 或者一线图的一个三浪出回的 上证方面呢,上证方面呢 就,上证方面也说过 其实上证是好过恒指的 那信号出得比恒指的 看到周线图呢 三个星期前已经是站稳了3MA 那两个星期前呢 就,先跌一点点 再,最后都是收到在3MA上面 就是,其实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呢 是收到在3MA上面 那所以都,啊,会是早一点点 早恒指,出了个讯号一点点 那所以,对上个星期都是,继续充高 那就是收阳速的 那看回月线图 其实STC已经是超卖了 看到月线图呢 STC又超卖了,跌到了超卖了 那就是说一个浪有机会呢 已经是完成了 那就,这个浪里面呢 就是,拆回周线图看就已经是跌了 而STC来算呢 跌了5,5波的 看到是1,2,3,4,5 那所以都,啊,有权相信 这里会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死叉 那就是说有机会呢 现在就会慢慢上回到上面 就是这样 那也都有一些的,啊,时间转折啊 这个上证就是一个贵仙图呢 其实已经跌了13贵 对了,在这个位置呢 跌到这里,跌了13贵 那这个位置就是,2015年的最高位 对了,对了,2015年的最高位 就是,五千多点的 五千多点的 五一七八,在五千一八 七十八的位置跌到 今季呢,就已经跌了13贵了 对了,那有机会是有些转折的 那跌了13贵又跌中那条55MA 即贵仙图的55MA 2697,看到是2697 那跌穿了少少 2691的,最低位 那就是轻微跌穿 那这个没问题 也都有机会是,跌穿这条MA 有机会做到一个大反弹 对了,短线才会有一个大反弹 那甚至乎如果这个时间周期是生效的话 即是接下来的几季都有机会是向上的 因为这个是13的转折 那所以,最低位呢 就会有机会在今季做 即是七八九月 就会是,有个最低位出现了 或者已经是出现了 这样,那 那,今季就可能是站稳 那下季就可能是拉升 那都不定的 下季拉升的机会呢 就比较高 今季呢 就会看它是站稳 甚至今季开始已经拉升 那所以就都要注意了 是 是 看淡的人士呢 都要注意 接下来看一看 对了,那恒指的浪呢 大概就是这样 那见到这个是3 接下来 3至4呢 假设它是见底的 那就会是分ABC A啦 原来有个B啦 那然后这里就会是C1 C2啦 那C3就会是1,2,3,4,5啦 原来有个C4在这里 接下来是C5 C5就,对了 破了C3底的 那就 暂时看 升穿回C4 那应该是在做那个5浪 5浪里面的1 对了,5浪里面的1 那如果继续升穿这里 大概这里的一半呢 那应该是 比较明确是 5浪1出了 那如果 呃 最坏情况是怎样呢 最坏情况就是 这里是 C3 是在 这个位置完成的 C3 对了 C1 C2 由C3 是1,2,3,4,5 就是C3 在这个位置完成 这个是最坏情况 这个就会是C4 那就是 都还要破一次底 去做个C5 那才会完成整个的调整 那这个位置最坏情况 大约都 不迟了 因为 刚才都说到已经是 周线呢 已经是收到个5mA 那就是有机会呢 都是开始奇运回 那就是 对了 都像是 建立底的 那就是看一看 道指 道指月线图 STC是 金叉了 那看到 这个 这个 假设它是1,2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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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数一下 这些 级别比较大的 浪先 1浪 超级维远级 2浪 那 现在正在行的是超级维远级3浪 超级维远级3浪 又会分成5个子浪 那1浪呢 就是比较长的 我这里 但是我先假设它1浪先 这里 可能是1至3 但是我先假设它1先 啊 当它延伸了 1浪延伸了 3浪未必是太长 有机会去到1比1的比例 那就完了 但是1比1看到都还没中 对 看到这个再低一级的3浪 就会去到 差一点才去到这个 27,000这个位 所以就是 3浪假设它是去到这些位 那就是3浪里面的 1子浪 2子浪 3子浪 4 就是刚刚的 这半年的那个调整浪 就是4 跟着5 如果是有机会 就会是 这个5 就会是做了这个的3 那就是这个位 假设它是和1浪 整个1比1的关系 那就是说都还有机会破定的 那也都看到STC是 更差了的 那就是说都 确定了这个的4浪 已经完成了 那见到 对回 用浪 对回STC先 见到1浪 2浪 那2浪 那2浪是 破完之前的底 见到 由这个位上升上去 那是 这1是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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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7 9 這個會是2的 那之前那些一直都 一浪浪浪上就上去超賣區 那突然跌了下來跌到50下面 那這個就應該是2的 所以就1 2 那3就會在這裏開始上去上面 那就會是3 那接著下來跌下來 這個是2的STC 這個是4的STC的數值 那4是比2低的 那所以這個價格就是可以 保留著 那就是說這個是4 那現在5應該會 STC上去超賣區上面 那就可以做5 那現在未上到 那就是說下半年的走勢 都應該是向好的 對 那至少可能呢 道指呢 去回這個27,088 對 27,088先 道指 對 甚至乎可以去到29,088 那這個就 樂觀一點 對 這個之前量度的 那又 怎樣量度呢 就 可能自己再降了 現在都好像 不是太多了 怎麼量度出來的 那但是呢 如果1 1浪和3浪呢 是成1比1比例 那就應該這個位呢 就會是 1,2,3,4,5 這樣呢 就會去到這個位 對 那 那 道指方面 看看道指的浪 道指的浪 道指的浪 那 那 因為行指呢 上正呢 都是上一兩星期才見底的 那 所以呢 這個道指 都有機會是 這個才見底的 就是調整完 那 他的調整呢 就應該 因為他保持著都是 一浪比一浪 底是低的 那 所以他這個的 這裏只有這裏的調整呢 有機會是三角形呢 也有機會是一個的 不規則 不規則的平台浪 那 怎樣也好 因為那個調整浪 是 太多的變化 千變萬化 那所以呢 這一點就不再 不再點心 不過量度過呢 都好像差不多 是有一些的 黃金比例在裏面的 這個的三角形 那 就會是4A 然後4B 然後4C 然後4C 是分三個之浪 4D也是分三個之浪 這樣的 那 就是完成了整個的三角形 那 就開始這個位 就是說現在這個位 會是五浪開始了 看到它是已經升穿了前面的4D的頂 那 所以呢 這個位 應該是五浪開始了 但是五浪的1呢 五浪的1 是去到哪個位置停呢 這個就難說少少少的 那 看到 看到 有 也都五浪的2呢 可能是很輕微 對 五浪的2呢 可能是 未必會調整得太多 那 然後就 就會有個五浪的3 那 那 也要留意一下 日線圖的這個 5MA 對 留意一下日線圖5MA 然後時間周期方面 就是用時間周期看 其實就 上次所說的那個位置到了 看到這裡是 這個位置 跌下去呢 跌了13 接著 去到21 就有個 短線 有個 一日的轉折 接著就 破完這個 21轉折 破頂之後呢 就 繼而向這個 34轉折 就 進發了 那 所以 這裡也站穩了一個 5MA 所以就 繼續去這個 34這個位置 那 這個的1浪 就是 假設這裡是 起點 5浪的起點 1浪 看見是 都似 21轉折 正的 那 如果 這個位置再破 那 有機會就 5浪的1 有機會升到34 就是這樣 接著上 那 才做個5浪2 然後才5浪3 這樣 剛才那個 就會是 5浪 開始 剛剛在這個位置 開始 而這個 的看法 就會是 5浪 就已經是 比較早前 開始做的 5浪1 這裡是5浪2 即是 現在其實是 5浪3 那 就 這兩個看法 就偏向 覺得這個 比較 這個看法 就比較 因為這個 上正 行指 也是剛剛 才做了 一個 很大 那就 改一講 這個 黃金的走勢 見到 黃金 日線圖 其實都已經在這個 快慢線都 MACD 快慢線都已經在這個 紅區比較低的位置 在一段時間 所以呢 都應該 差不太的時候 要上回去 那 所以 這個位置 駁它是一個 低 見到底 都駁得過 現在可能就是 一些的 看到有些 類似 這個 打近路 1 2 3 4 5 這個 1 浪 這個 就是2浪 這個 都好像在這段 打近路 這個是1 這個是2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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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就 有機會是 3 4 3 3 4 5 然後再 再 再 打一個級別的調整 然後再打一個 再 上 這樣 這個位置 是 見到底 都 直播率都很高 這樣 當然 要看周前圖 可以找回那個 的 啊 可以找回那個3MA 那就比較確定些了 就是這一條 對 暫時還沒站到穩 那 不排除反彈的話呢 還會試一條 試回這條 3MA 先的 那 對了 收到在上面呢 那就應該會出回一個 周線圖 的一個 升浪 那就可能 長達可能 五至八個星期 這樣 大概是 那 那 另外 說一說 那個 第五浪的一個 啊 最小的一個 幅度 都說一說 就是 譬如這個 3浪 4浪 是確定了 完成的話呢 5浪最小的 升幅 就是 升到哪個位呢 都可以 量度的 那 因為 五浪 就算是失敗 都可以 是 必定要升到 一個 四浪的 70% 那 所以呢 那 我們要用回 Retracement 去 選擇 那個 70%的位 那 就會是 知道 它 就算是五浪失敗 都會去到哪些位 看到 看到這裡是 3 3 1 7 6 2 即是說 就算五浪是失敗 那 都應該可以去到 這個 4浪的 這個 70% 那 就是 3 1 7 6 2 這個是最少的 最少是會去到這個位 那 一般來說 都可以 其實它可以平頭 甚至乎是應該升穿回這個 三浪 那 最保守就是這個 31762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五浪 這個五浪 那 當然 大前提就是要 我們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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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4 5 那 大概 這段 影片 就 講到這裏 喜歡的可以給個 讚 還沒訂閱頻道 可以訂閱 那 亦都可以 分享給朋友看 那我們下段 影片再見